請剪載 基隆市區仁愛橋改建工程的完工典禮上 基隆市長謝國良 內政部長林宥昌及議長童子偉 准立委林佩霞與議員里長們 都到現場參與 進行剪載宣布啟用通車 留下珍貴的畫面 各界都相當感謝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 提前趕在過年前完工 讓基隆的交通更加便利 這個橋也太久了 應該有四五十年了吧 現在通車了又過年了 真的我們這些里長 有附近這些商家一定都很高興 尤其這邊也是市場的地方 你看上成功市場 哪裡還有卡麥店 還有人海市場都在這邊 所以有的企圖 哪一個地方 每個地方都會從這邊過 所以這邊通車真的對我們基隆市 那個交通幫助很大 很高興仁愛巧終於在那個 今天可以順利的通車 仁愛巧是從去年的4月10號 開始封路開始私座 在那個我們營造公司 跟我們設計單位的 不明不休的趕工之下 我們連就是中秋節 國慶日這種聯繫假期 我們每天都在港公都沒有休息 雖然失座了一段時間 造成民眾的不便 在這邊跟大家聲表歉意 不過藥川處長跟團隊 還是讓他提早完工 這一點難能可貴 我們這個掌聲給他們公務處鼓勵一下 謝謝 那我剛剛也看了 這一段工程也得到 內政部補助非常的多 在這邊也謝謝林部長的補助 然後希望未來我們的建設 大家繼續努力 第一個是非常高興的 今天能夠一起來參與這場盛會 那仁愛橋通車 我們仁愛區的橋梁改建的工程 算是告一個圓滿的段落 在這邊特別感謝市政府 還有公務處同仁大家的一個辛苦 能夠如直如期 甚至有稍微提前一點完工 我想這是整個團隊 大家一起努力的一個成果 我想我們大家是不是一個公務處 還有市政府一個掌聲 謝謝 恭喜他們 好好來思考一下 在這邊未來的都市發展 我們今年有一個都更辦公室 編了兩千萬的預算 找了好幾組人 希望在基隆市好幾十個地段 能夠做有效都更 你看他都會老到自己都塌下來了 所以就表示說這邊 有都市更新的必要 希望未來能夠跟仁愛區的里長 通力合作 打造更好的居住環境 在這邊祝各位好朋友 心想事成 農年要到了 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農年行大運 那我們過去大概基隆市中區 有五座圍橋 就是中二橋 中三橋 仁愛橋 三十一號橋 還有中三橋 那本來的順序就大概是這樣 中二中三完了之後是仁愛 仁愛完了之後是三十一號橋 三十一號橋之後再回頭處理中山區的這個中山橋 那這樣子大概整個市中心區的圍橋就全部改善完畢 我們市民朋友大家共同的體諒 也感謝我們 卡瑪丁的所有攤商 大家的 配合 包含我自己 我們的車型動線都 也 非常麻煩了一段時間 不過我想圍橋 市中心的這些老舊橋樑就必須來修繕整建 那好不容易完成了 我們兩側的這個人行空間也做得更完整 也做了一個完整的規劃讓大家可以更好走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前景 在圍橋的過程當中 那個其實在人行道也是非常的混亂 那也有這個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而且也非常的髒臭 我想在整建完成之後 徹底的一個改善我們這個交通 接下來應該要請交通處 來趕快把這個交通疏導措施做好 因為我們的車型動線有所改變嘛 應該讓大家趕快恢復一下正常原先的一個交通模式 讓我們基隆市中心在過年可以更順暢 然後大家才買更方便 也可以歡迎我們外地的朋友 也一起來基隆走走 基隆市對於我們的公共安全上面的重視 也代表基隆市政府的決心 針對所有的圍橋 針對所有的老舊建案 我們都會想辦法來往我們基隆市民 住的安心 閒的安全 而未來配祥在國會 然後委會積極配合市政府的需求 幫我們的市民把關 讓我們市民在於 不管是老舊的橋樑也好 還是在道路上的安全也好 非常多盡全力跟市政府合作 幫我們基隆市 爭取更多的經費 來去修佔我們現在的道路 改善我們現在的交通安全 工處長陳耀川表示 施工期間感謝市民能夠大力配合 忍受交通的不便 另外也協調台電網路寬頻等管線單位配合施工 共同努力提前完工 而基隆市公車處也表示 1月31起 公車就會恢復原路線通行 讓市區的交通更加便捷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高維成 基隆採訪報導